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我目前除了就是在 比较少的公家机关 来去教授电脑技术应用 然后我还在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会 希望早一天能够拿到这个博士的文凭 那我希望说在我的 就是20多年的专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 国内国际的电脑建造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电脑的应用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刚刚有同学告诉我说 就是定位 这支Ovo手机定位它放置的位置 这支Ovo手机其实它真的 智能功能还蛮强大的 真的 有机会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像那个 这一类的手机 像神送手机也都越来越做智能化的一个进步 好 我这支手机的定位是在这里 设定 点选设定 然后接下来 好 在这个 这个叫做装置与饮食 因为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 它的定位 好 例如说我点选这个装置与饮食 点下去之后 然后接下来 而且它还放在满下面的 它放在这里 这边 饮食里面的定位 好 定位 预设 预设 如果是关闭 就现在我是开启 我可以把这个定位服务给关掉 关掉那下面就全部都没有了 不过真的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定位装置的一个设定 我觉得iPhone这边真的做得比较好 因为它你要是关就是关闭了 但是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如果定位装置关掉 假设当日后你要搜寻 你可能会搜寻不到你最近的这家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好了 那我想先跟你们设定 暂时介绍到这边 我想跟你们开始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些常用到的功能 举例来说好了 最近天气都蛮热的 所以我们可能会随时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选天气 好 他说 他说定位失败 请确认你已经在设定中打开 然后他可以依据网路 网路的服务 知道说我现在手机在精度多少 纬度多少 然后提供提供在地天气预测 天气的一个预测服务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为了要讲这个天气 所以建议是连选启用这个定位服务 这样可以了解 这是刚刚就是要跟各位分享的 好 我现在呢 我再重新打开我的天气 然后他会告诉我说 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新昌理 新昌理 那我还是要强调讲这件事情 就是对于Obo公司来说 他知道他旗下有一支手机 然后在就是台湾什么地区来去做使用 可以吗 好 然后接下来他就告诉我说 现在在新昌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34度C多余 好 我想这应该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10点是几度 11点是几度 然后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有几点日落 像6点45分日落 好 之类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想 假设 假设我们有时候要出国嘛 我总也想要知道说 那别个城市 它的一个温度是多少 所以我现在我要跟你们开始分享一下 就是说 这个天气不可能只有在地一个位置的天气 你可能 假设我想要去查 现在 现在的那个 东京 温度 几度 这样可以了解 或者是 我想要 了解另外一个城市的天气状况 所以 在这个地方 你要懂 APP的一个使用 最上面 不用管它 最上面 这个地方不用管 最下面 最快也不用管 这是不管你到哪一个APP 都会看到最上面跟最下面这两个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新仓里 新仓里这一排 新仓里这一排 为什么呢 因为 它在这个地方 它就只有两个区块 这是第一个区块 这是第二个区块 对不对 这个第二个区块的意思就是说 呈现出来的资讯 所以你不是要在这边点 假设当你今天想要去看 东京 现在的天气 你看这边就只有一个新仓里 就是 就是现在你的手机在地位置 所以只剩下 这一个图示 这个图示 可以点了 你们说 对不对 因为我接下来 我要大量的介绍APP的使用 所以你要去了解 原来APP的操作可能就是两三个按键 然后你可以设定的 无非就只有不是上面就是下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天气资讯 可以了解 然后这边是不是只有现在的位置 还剩下这一个图示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点它 点它我们可以去新增城市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新增 新增什么 所以 所以点一下 点一下 加 加 我要直接输入 例如说刚好这边有东京 所以我就点东京 当然你也可以输入 直接 直接 那个 输入一个城市 例如说我现在输入 东京 然后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点 它搜寻到的这个城市 所以就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你在这边 你是不是就可以发现 现在的东京温度 现在应该是 它的时间是12点 12点 温度26度 可以吗 就大概比我们这边 温度稍低一点 这样 有没有问题 那 现在这边 请仔细看 这边就变成有 两个像点的图示了 也就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回到 回到 刚刚的 在地位置 所以 我就从 这个 这个位置 往 右边滑 是不是就回到 我现在所在位置 然后接下来 在 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个点 然后是不是可以点 第二个点 到第二个点 就是右边 往左滑 是不是就回来 东京了 好 请问一下 你这样是不是学会了 如何增加 其他城市 天气的了解 我们可不可以再教 你觉得还要再教 什么事 应该不用再教 如何增加 温哥华 城市的天气 如何增加 纽约天气 如何增加 北京天气 如何增加 高雄天气 应该你都学会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应该要教你的是 如果 我想把东京 这个城市的天气资讯 删掉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样我想你就针对整个这个 APP的使用就整个都了解了 好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教各位 如何把东京 这一个天气 资讯 给 关掉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请问 要点什么地方 是不是也只能点 这个图示 你们说 对不对 好 所以请点它 你们要听懂 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 我接下来要教你们很多APP的使用 其实观念都大同小异 好 请问一下 如何 如何把东京 关掉 是不是点编辑 因为 因为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 你能控制的 不是上面 不是在最上面 就是在最下面 因为iPhone很多都是在最下面的控制 可以吗 因为 就这两个公司 一个是Apple公司 一个是Google公司 他们做出来的 作业系统呢 它就是有这样差别而已 好了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想把东京这个城市的天气资讯关闭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点编辑 点了编辑之后 是不是可以点 再勾选这个东京 东京 然后再点删除 你看 这样是不是要点三个地方 我要告诉各位 Apple公司 它就会 它就会操作上面比较有优势 就直接按住它往左边一滑 删除就会看到了 可以了解 就是 我觉得iPhone用久了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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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毒 你会 会觉得 干嘛 为什么 为什么安卓手机是这样子 点一下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可是现在这种操作很像 很像微软公司 你在操作电脑的方式 你们说对不对 谢谢 这样听得懂吗 我们接下来要教你很多Apple字 希望说你能够用类推法 好 不过我现在我要点编辑 再点东京前面这一个 再点删除 然后最后我编辑 我还要再点第四个按钮叫完成 这样才算真正的把东京天气资讯给关闭 好了 这以上就是我介绍一个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一个 就是我会蛮常去使用 你都没有看到我的iPhone的天气 因为假设我要去一个地方 尤其是北美 你知道吗 北美他们的那个飞机的航班 你现在可能感受不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台湾那个飞机 准点准点很高 大概九十几 如果八十percent 不就是准点 那一定会被很多人骂 可是在美国啊 六十percent 在北美 六十percent的准点 就已经很阿弥陀佛了 我还有 我还有都已经到了后基寺 结果呢 他说对不起 外面像在下雨 有点偏大 就叫我们直接直接回去 所以你到北美 一定要记得 办旅游不便携 一定用得到 好了 这只是告诉你们 是真的很重要的资讯 好了 那我现在呢 就离开天气